甚至不是二拍進場而是三拍 第三拍跳出來去掉了派 哇派上來又倒了 要不要拉復活 可是看起來沒有什麼餘運喔 應該是沒有什麼機會 因為瞬已經往前壓了 這吊起來直接被炸滿頭包 對 吊起來打吊甲 這感覺第一個點位應該沒什麼機會 這一開始派被擊殺掉之後 其實在一個池杯也沒有辦法去做不合的情況下 地面的部隊其實營運來講的話 是沒有辦法建立起來的 這個躲避你這樣子玩的 這邊也是一個爬屋頂式的炸下來 這個阿可一死掉的話我覺得這個不太妙 二點應該也要直接爆裂了 剛剛我們介紹完古優馬跟高鐵 這一台也蠻快的 不知道是哪一種 JONAK一樣還是非常兇狠的和尚 這剩11滴真的是 我炸個沒死 你炸我沒死 我炸你會死 直接炸三個 直接炸三個 再來阿 就是要讓歐瑞莎真的去扛住這個傷害量 哇 派 又把軍隊帶掉了 很兇 拉一個波再把孫帶走 其實只差那個訪問 其實訪問派的回答應該跟波斯頓一樣 你打我阿 打不到 要露頭了 一槍 第二槍有點小炮 有點可惜 不過這邊高台開始是有一個爭奪的 不過Libro直接要用輪胎告訴你 不要闖 有沒有發現還是炸到了Ginity 我的天 那這邊可以往前壓制了 拉了一個波還好 這個狙擊的點位很刁鑽喔 可思達的女武神就為了拉這一波已經開起來了 這個紅外線一開始直接被順個狙掉了 他應該會過去拉吧 過去拉而且這邊炸三個 又炸三個 覺得開心 這個Mako是不是跟以前的 Mohihi Mohihi蠻像的 炸三個基本 要嘛不丟甲 又炸 又炸三個 不三個我不丟 扣到最後 哇 派一倒就有人來接力 哇這個其實扛蠻久的這個沸騰 故意不殺你就對了 哇 以前養素和娜我還能理解 跟我們的版本非常的像 這邊來囉 但是這個是會轉彎的弓箭阿 直接在臉上 哇這個才沒改版的 遊戲體驗非常糟糕阿 是跳臉就是擊殺 旁邊瞬也是導致一個復活 回到正面 李波倫近身的連射 現在近身連射怎麼樣不行嗎 連射OK 雙方人員交換其實差不多 可是對進攻來說有絕對不錯的優勢 貼臉再接一個普攻 不過這一個雙坦陣地架的其實還不錯 架在一個我們比較少見的另外一側轉角 哇這開始開始打靶 對 打靶打靶了 直接飛越屋頂越過三球 炸直接兩個 但是自己也被弄掉兩個 也倒兩個 然後這邊再吃掉坦克 哇這個殘局處理是多打掃 繼續盯這個藍路珠 頂不太住 機甲爆開 哇前排倒光 說實在的這一場看 Mako丟的自爆機甲 比較像在丟脈衝炸彈 再回到正面的點上 扛不太住 這個藍路珠一罐已經喝完了 又拉了一波回來 龍掀過去 丟了這個自爆 這個自爆有效果嗎 其實蠻高的 這兩個狙擊手又飛到非常的前面 李波羅這邊又想要練破劍 懲戒人了 又想做壞事 這個懲罰的是對方的遊戲體驗 對 但是出來的是機甲還真打 他沒辦法 西波 拉了一波之後 這裡有一個地獄飛輪出來了 但是馬上被打掉 只能開超版路線做反場 但是人怎麼感覺 好像一個個在減少 完全沒有變多 開一個超版路線拿來看 現在隊友一直直接被Dominion槍給擊殺 哇 最後一個氣 有把這個已經開出來 也逼出了你的超版路線 欸 欸 沒事沒事沒事 嚇我一跳 我很怕 他那一步跳的偏遠 拉回到正面 再往上踩 這個溫斯頓是有牽線的 但是還是被Libero這邊帶掉 六打五的局勢 戰場其實拉得非常的開 但是前排已經掉了 應該可以反場 第二段的跳場 直接上來 應年再加一個普攻 帶掉看Riff 對 這邊可以看到Mano 其實 他做的事情很簡單很明確 就是要切割你的 全部人員 這個位置之前有看過 兩個瓷被護飛 他這邊是真的脫離戰場在外面 最主要其實在燈塔 這樣來說的話 你到一個室內點的時候 閃光旗球在裡面 穿梭來穿梭去 但是他的門中 就只有幾個直線的門 所以很容易吃到一個增傷的法拉攻擊 一跑直接被帶走 沒有錯 這裡居然是Karif 把Libero打掉了 這個 對 就像是這種情況下 就會是法拉能限制閃光 這也是在這張地圖 比較 相對起來 其他地圖比較少見的事情 是 相比之下剛剛 呃 Libero這邊的法拉 先掉的情況下 馬上戰場的宰隻 就被Argility這邊拉回來 兩位都在拚 Argility這時候被Macon帶掉了 配上慈悲的增傷 一鼓中就鑽在 又打掉了Fate 哇這個感覺局勢又搬了回來 這邊 只能靠這個超凡路勝壓進去點裡面 但是超凡路勝結束的位置很糟 對 非常沒有地方逃 直接被踩掉 哇 可是這時候法拉見攻 對 好 有來有往的回戰喔 有來有往 這個最後的反場兩邊都繼續壓制 甲暴鬆 我也打爆你的機甲 出來還在秒殺小松和娜 選擇路修的話 會面對到問題就是 我正面絕對拚不贏你 因為 基本上我的法拉 是跟對面法拉一個僵齊的情況下 我地面部隊 我一個路修面對到對手 是在和尚的情況之下 其實 這個時候就是 你帶閃光加雙機動臺 一波加速直接去 把對方的和尚吃掉 就有機會可以打 你刺的是 對 有點難吃 他就是 在你還沒快 自己可能一個摸就把你摸掉一個人了 對 阿拉莫也會開 所以其實這還是一個比 大招多的一個會戰喔 對 支援上面還是跟不太上喔 直接往前壓了 馬上往前一點 這個 往上一拋差一點黏到的地方 沒有黏到很可惜 還好也沒有被吃到 剛剛整體來說 他會是讓自己家雙坦 聽到了再一個普攻 帶掉我 把你這邊還是打不過 剛剛的情況就是 我用坦克去把你雙坦 從上面逼下來之後 想利用一個脈衝蛋接住你 側翼閃光已經到了三樓 這個位置不夠 已經到了馬上 錶掉 到了黃泉路上 到了就直接 落了黃泉路的位置 這邊整體看下來 是已經崩壞了防守方架起來的位置 但是接下來要怎麼入侵又是另外一回事 重新架回去高點 重新架回去高點 好自己正面這裡 巴尼斯直接被Mekko 直接火箭夾傷帶掉 撞一下換掉了Jonak 應該是有辦法拉復活的 可是自己原室這邊掉了 這個守得很好 守得漂亮 下一場直接爆炸 直接跳點 上一局有刀也是過不了啊 喬現在四個大絕 哇一上來 刀來不及拔出來 前排也倒了 沒關係我們還有30秒 輪胎也滾了出來 這個有透視的輪胎超好用 但我沒說 你這個毒奶毒的不錯 超好用 要看到B點了嗎 可是Fate這個跳進來 哇直接瞬秒 Fate這個跳躍變廢了 直接一個爆炸 Fate的跳躍變廢了 現在被迫只能來加上這個Overtime 吃掉了正面的Janus 可是JT這邊刀 哇拔出來直接被秒掉 我這個地方 看得出來防守方向已經 漸漸退了一跳上來 哇跟Riffin這邊掉了 瞬間坦克還有Barnie的閃光也都掉掉 這時候難不成要直接下課了嗎 感覺大肆已去了 感覺鐘聲已經響起了 哇兩邊都是魔劍磨了很久 可是揮劍只有一瞬間哪 直接帶走也宣告了是3比0 兩邊的頂級隊伍終於很順利的要進到第三場了 那也不應該是一個人的